好,我们刚才能给大家讲了验证它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和框架 要验证所有跟这个模型相关的内容 包括它的背景,包括它的执行 还有这个模型的整体的建模过程 包括底层的数据等等都要去验 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 好,那下面我们接着来看 在验证的治理里面呢 它也设置了这么一个三层的架构 其实也是一个验证的三道防线 跟我们昨天讲的类似 第一层呢,basic control 这是从最底层的业务条线开始 从使用模型的部门开始 好,这是它的第一层管理 然后第二层管理呢 是风险管理的部门 second layer 跟我们昨天讲的第二道防线也对应起来 昨天我们讲的第二道防线呢 是风险管理部 好,这是模型风险管理部门 然后第三道防线是公司的高级管理层 好,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 它是指的是这些CRO COO什么之类的 所有的这些高级管理层 好,具体什么意思底下都有解释 这个就不念了 好,这个做下了解就行了 这个不是重点 然后下面 在模型验证的时候呢 要关注底层数据 关注以下这么一些方面 首先第一个方面呢 要关注数据的完整性 Completeness 第二个要看数据量 Volume 像有些模型呢 这个数据量是比较少的 比如说像医院 我想建立一个医院的违约概率模型 好,这个全世界违约的医院也没有几个 那你想要建立一个违约模型的话 这个数据量就非常少了 这个时候就得想其他的办法 所以数据量是要去关注的 然后再下面第三个 是数据的代表性问题 Representativeness 好,因为我们建模型的 不可能把所有的全量数据 都拿过来去做验证 去做建模 所以我只能抽取其中一定的样本 这些样本是否能代表 这个银行整体的业务 好,这个是要考虑它代表性的 然后再下面 是这些数据来源的一致性 数据来源的consistency 好,最后还有数据的清洗步骤 是否完善 比如说有些缺失值和异常值 我是怎么去处理的 一般来说 一家银行要构建一个模型 大概80%到90%的时间 都会集中在最后一步 叫做data cleansing 做这个数据的清洗 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真正去建模 其实用的时间并不多 那么187和188这两页呢 是解释上面 解释上面这一页 我们提到的 提到的这些问题的 好,现在看第一个 是reliability and completeness 这是关于违约数据的 这个可靠性和完整性 好,首先我拿到这些违约数据 什么叫做违约 我首先先有一个定义 什么的客户是违约 是违约的客户要把这些数据全部都拿过来 有没有丢掉 然后再下面 要关注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协议 这个是巴塞尔2 巴塞尔2下面 他对违约定义的一个合规性和一致性 好,巴塞尔协议里面 他对客户违约的定义呢 是有非常严格定义的 比如说这个本金利息 超过90天没有偿还 好,这是其中的一个条件 再比如说像什么借薪还救 像贷款的展期 延期等等 这些都是可能会发生为的一些定义 那每家银行自己内部去运用的过程 要去检验 它的合规性 是不是跟巴塞尔协议保持一致 然后再下面第三个 是关注sample size 关注这个数据量 还有数据的同质性 这个homogeneity指的是同质性 质量类似 然后再下面第四个 是这个时间的分布 比如说我要选择 过去五年的数据去建模 还是选择过去十年的数据去建模 好,再下面第五点 是初步的一些数据的处理过程 好,包括对这个是outlier是异常值 missing value是缺失值 好,缺失值 比如说我可以用中位数去替代 或者说用平均数去做替代 总之你要有一个规则 那异常值 你是直接把这个异常值剔除掉呢 还是检查一下它的原因 拿回来 再去用 还是说这个异常值 它本身是有一些问题的 这些错误数据 我就不用了 直接删掉了 好,这些都要去考虑 然后最后呢 是要构建多个模型 various samples 那通过多次的试用 来看一下这个模型 它的这个有用性是否如何 那怎么去用呢 它说有out of sample 这个就是样本外的验证 还有out of time 这个是时间外的验证 好,因为我们建模的时候呢 用的是一批样本 我换一批样本 用到我构建好的这个模型里面 看看这个模型是否还继续成立 这个叫out of sample out of time呢 也是类似的 我换一批时间的样本 应用进去 还有一个是out of universe 这个universe呢 是指的是经验 一些经验的数据 拿过来看看这个模型 是不是跟这个审批人 审待人 他们的经验保持一致 都是很定性的东西 好,下面看模型的定性验证 Qualitative 那定性验证 首先第一个 如何得到客户的违约概率 好,这里面有很多的逻辑关系 然后第二个呢 又是完整性 然后客观性 可接受性 还有一致性 这些就不解释了 都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定性角度 然后再看看定量角度 定量角度 首先第一个 要看样本的代表性问题 第二个 是看它的这个动态的特征 动态特征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评级是否稳定 它是研究stability的 研究评级体系的稳定性 那稳定性 它主要通过评级迁移矩阵来进行研究 好,评级迁移矩阵 这个我们以前也见过 比如说3A级 然后B级,C级 然后我简单写几个 3A级,B级,C级 好,初始评级是左边这一列 未来评级是横着这一行 然后在这里面呢 都有现在的数字 表示我这个评级 维持在3A的概率 比如说是99% 好,然后有1% 从3A级迁移到了B 好,0 从3A到C 好,等等 我把每个概率都得到 这就是一个评级迁移矩阵 在这个评级迁移矩阵里面呢 一般来说对角线上面的 这个数字都是比较稳定的 都是80%90%以上的 如果你发现对角线上的这个评级 变动幅度很大的话 那就有很有可能证明 你这个评级稳定性有问题 好,关于评级的稳定性 是用评级转移矩阵来进行演算的 然后再下面是模型的区分能力 这是我们把第一页的那张表格 又拆开了 给大家详细解释 模型区分能力呢 是把好坏客户有效的区分开 他是把defaulted和non-defaulted做一个区分 那验证模型区分能力 大概怎么去验证呢 这个我们简单讲 简单说一下 这个一般来说呢 横轴表示的是 我累计客户的百分比 是累计客户的百分比 所以是从0到1 纵轴是累计好客户 或者累计坏客户的百分比 都是百分比 所以范围也是从0到1 如果是任意一个随机模型 随机模型 那他没有办法区分好坏客户 我过来一个客户 他有可能是好的 有可能是坏的 所以呢 他是这么一条45度线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一共100个客户 这100个客户 第一个客户我拿出来 这个是取值0.01 取值0.01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好客户 也有可能是坏客户 这个因为是随机的 所以这是一条45路线 那么我现在如果一个模型 他是完全具有区分能力的 然后呢 我把这些客户从好到坏 他有一个打分的顺序 比如说打分一分的 这是最差的客户 打分八分的第二差 然后十分的第三等等 一直到最高分100分 然后如果我这个模型非常非常好 我把打分最低的这些挑出来 他们正好就是我样本里面的这些违约客户 好 这个是一个具有完全区分能力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 它的曲线是直接增加到100% 是一条直线增加到100%的违约率 好 那任意的其他模型呢 都会在这两条线 这样一个三角形范围之内 好 这个指的是我评估模型 这个模型和随机模型之间的这个概率 这块面积 这块面积 除以整个这个大三角形的面积 好 用这个比率去衡量 这个模型是否能够有效的把好坏客户区分开 好 越好的模型 这个系数就越大 好 这个大概跟大家分析一下就好了 这个有这么一个印象 好 最后一个叫Calibration Calibration是把银行的所有平均违约率呢 要映射到一个长期水平上 我所有的这些客户的平均违约率 要正好跟银行所规定的长期违约概率保持一致 好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客户评级有3A级 2A级 1A级等等 一直到C级 3A级客户 我的违约率比如说是0.02% A级比如说0.1% A级 2A级 0.1 A级 0.1等等 每个等级呢 它都有一个约定的违约概率 到C级大概45% 好 随便写一些数字 然后呢 我现在把这些3A级2A级 所有的客户的这些违约概率呢 做一个加权平均 weighted average 做一个加权平均之后 比如说是1.2 好 这个1.2% 要和我银行的长期违约概率 长期不良率的一个目标 要保持一致 好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这个过程叫做Calibration 那如果经济环境 比如说变好了 经济环境变好了 这些3A级2A级的客户呢 都增加了 然后这些比较差的客户呢 都减少了 是经济环境比较好的时候 那经济环境比较好的时候 我加权平均算出来 这个违约率呢 有可能下降到0.8%了 好 那么 这个0.8% 我同样要规定一个长期的银行的这么一个贷款违约损失率的这么一个目标 比如说长期目标就是1.2 那我就必须想办法把这个0.8看看它怎么映射到1.2上面 比如说我可以调整这些客户他的一个长期评级的一个状况 好 这个过程叫做Calibration 要和长期的目标保持一致 好 所以这里面呢 它会涉及到Benchmarking 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对标 去进行对比 另外它对比的是Forecasted PD和Realized 真实违约率和我预测的违约率之间的一个差异 好 这四步呢 之前也曾经考过 你会把它选出来属于哪个就好了 具体的如何去做 这个考试的时候不会 基本上没有出过类似的题目 好 关于模型验证 就这些 最后还有一个是压力测试 这个压力测试呢 它特指在09年次贷危机之后 美联储所推行的这个压力测试 这个压力测试呢 叫做Supervisory Capital Assessment Program 这个简称SCAP SCEAP 这个叫美联储的监管资本评估计划 好 因为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呢 这个没有 这些银行都认为自己很安全 然后美联储就很生气 没有一家银行预测出来次贷危机的存在 好 于是呢 美联储当时就下狠手了 然后设置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风险 设置了一些很复杂的情景 让这些银行去测算一下 基于这些情景会产生多少资本充足率的上升 和资本呃会影响多少资本充足率 好 于是呢 下面这个划线的说的是结果 他说19家银行里面有10家 他们累计要增加75billion的capital 好 所以这些银行的 这些资产呢 其实是比较脆弱的 是经不住这个压力测试的 好 这是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压力测试 这个章节呢 我们主要需要了解的是这次压力测试和其他过去的压力测试 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好 一些关键词 不要记住了 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macroprudential 这个叫做宏观审慎 宏观审慎 这个宏观审慎呢 是次贷危机发生之后 这个美联储还有一些国际的监管机构 专门提出来一个名词 之前的监管呢 都是微观审慎 都是micro 都是微观审慎 微观审慎呢 他关注的是一些具体的指标 比如说我只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只看银行的利润率 不良率等等 但是宏观审慎呢 宏观审慎 我不仅仅要看指标 更重要的是要看一个银行体系 他是不是健全 他会不会造成系统性风险 好 这是新的压力测试和过去压力测试之间 一个最大的区别 好 那之前的压力测试呢 用的都是一些都是一些历史的情景 而新的压力测试 他用的是什么呢 是abroad macro scenario market wide 是基于整个市场所制造出来的一系列情景 然后这次压力测试呢 他不仅仅只关注损失 关注loss 而且呢 要关注revenue和cost 要关注银行的收入和成本 造成的影响 然后最底下 是going concern 要考虑到一个持续经营 这是他的一个三点重要的区别 这些呢 也是会出选择提考的 这一页是我们压力测试这个章节 非常重点的一个内容 要知道新的压力测试 他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好 同样这张图要记住了 pre-scape 过去的压力测试 然后post-scape 现在的压力测试 他们之间的一个对比 好 像他过去的用的都是single shock 一个单一的情景 单一的冲击 然后现在呢 用的是broad macro scenario 用的是大量的宏观情景 是第一个差异 第二个是business unit level 和firm wide的经营对比 之前我只看单个业务线的 而现在呢 我要站在一个公司整体去看 然后之前是静态的 现在是动态的 之前 没有跟capital adequacy 紧密联系 而现在呢 必须要考虑到这些 对资本充足的影响 然后最后一个 之前只考虑loss 现在还增加了revenue和cost 对利润表的影响 好 这两页是我们压力测试 最重点的两页内容 剩下的呢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 大家听一听就好了 好 这个是压力测试的一个大概的图形 美联储提出了主要是这么三点情景 一个是gdp变动 一个是失业率的变动 还有是房价的变动 基于这些情景 然后呢 去模拟损失和revenue 你的收入和损失 收入和损失 这些都是利润表数据 利润表会影响下一年的资产负债表 影响balance sheet 那影响了资产负债表 这里面会影响到资本 也就是equity那部分 那影响到equity 我们最终计算出了资本充足率 好 这是它的一个传导的机制 好 然后它下面继续解释 在美联储做的这些压力测试 的一些特征 好注意 这个multi factor多因素 刚才我们说了 多因素有哪些因素呢 一个是high unemployment 一个比较高的失业率 然后还有credit spread 大幅变动 另外第三个equity price 股票价格大幅变动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是考虑到 共同影响 joint outcome 之前我只考虑一个单因素变动的影响 现在我要考虑这些因素同时变动影响 好这么四点 然后它采用的一些情景 是三个维度 一个是gdp 一个是失业率 还有house index 这个刚才我们都说了 好 这是美国的压力测试 然后下一页开始讲欧洲的压力测试 这个是欧洲银行 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中央银行 他们也做一些压力测试 然后他们在做这个压力测试的时候呢 同样也用一些宏 宏观经济情景 而且要考虑到不同地理因素的影响 geography 好 这些都不是重点 看看就行了 好 接着来看 在这次压力测试里面遇到的一些挑战 challenge 首先要关注income statement和balance sheet 这两张财务保表 以及flow and stock 流量和存量 然后下面two years 考虑两年 首先是要关注这几大类报表 然后再下面要考虑到动态的资产变化 是第二段 要考虑到每个季度 during quarter 在每个季度里面 我们这个动态的资产变化 什么叫动态资产变化呢 它包括资本的一个变动 包括conserving actions 这个留存收益的一些变动 还有包括股票的收购 acquisition 股票的收购和分拆 此bingoff是分拆 还有dividend的 所有的这些跟股权相关的这些变动 都要去注意 而且呢 在每个季度里面 它都不得低于监管机构要求的资本充足率 好 这是最后一句话现的 就是should not drop below 不得比监管要求更低 在any quarter 任意一个季度 好 之前的这些压力测试呢 只要你在年底 不要低于资本的监管要求就好了 现在要求在任意一个季度都不行 更加细化了 然后最后一段 这个其实是把两年扩展到了三年 three years 这是它的一个运作的机制 好 下面这是一张示意图 左边的是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的变动 引起银行损益表 profit loss的变动 然后profit loss继续影响下一个季度的资产负债表 然后接着继续传导 一步步传导下去 一直要三年的时间 好 他这里写的是两年 two years 但是呢 在刚才上一的最后一段里面 他提出了 还要在following year 再后面一年也要去关注 实际是三年的时间 这个都做一下了解就可以了 好 从下一页开始 像美联储和欧洲这些压力测试 所做的一些结果 这些结果呢 就不念了 这个完全都不是重点 他不可能考你这个美国资本下跌了多少 这个不会去考的 好 那么在 嗯 模拟这个损失的时候呢 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些巴塞尔系的内容 他说这个巴塞尔一 巴塞尔一 它是风险不敏感的 他说是not rating sensitive 风险因此算出来不敏感 而美国用的呢 就是巴塞尔一框架 因为美国他一直都没有用巴塞尔协议 欧洲的这些银行用的是比较积极的 欧洲银行用的是巴塞尔二 在巴塞尔二框架下面 他们的平级变动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的 好 这个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最后下面还有三页 这三页内容就不展开了 都是压力测试的一些结果的展示 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一看 所以这个章节最重点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前面这两页 过去压力测试和现在压力测试 它们之间的一个差异 这个对比表 这个要记住了 其他的都是看一看就行了 好了 关于数据和模型 这个大的章节我们就结束了 还是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 我们第一个问题讲的是数据 data 数据有六大特征 每个特征这个要会选择 做一些选择题 做一些定性的题目 还有一些数据治理的一些方法 注意哪些问题等等 都是一些定性的 好 这部分呢 多去看看就好了 脑子留下一个印象 然后第二部分 是模型风险 model risk 好 model risk 同样是识别 计量 和管理 其中识别和管理 是重点内容 肯定会考的 计量 这个基本上不用去看 模型风险的识别里面 它同样也有六个原因 好 这六个原因 要汇取归类 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的例子 然后模型风险的管理 同样也都是一些定性的内容 然后要知道怎么样管理是对的 然后第三个内容呢 我们讲的是模型的验证 关于模型验证 要知道它的一个整体框架 也就是我们验证部分的第一张图 那张图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 给大家去讲的 它包括定性验证和定量验证 包括验证模型的哪些内容 定量验证里面最重要的 包括这个区分能力 包括模型这个数据的准确性 包括这个评级的稳定性 还有模型的校准 好 这些都要会把这些概念区分出来 然后最后第四个是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里面重要的 就是前面那两页对比 过去的压力测试和现在压力测试的一个对比 主要就是这些内容 好 这是第三个大的部分 数据和模型风险 好 操作风险 还有其他风险管理 这个内容实在涉及到的是太多了 太负 太杂了 什么都有 最后一个部分呢 是全面风险管理 integrity的risk management 这里面我们有五个topic 第一个是ERM 就是企业级的风险管理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这个不用去记 后面都有 就是全面风险管理 好 他把我们的风险管理从金融机构扩展到了任意的公司 然后第二个风险偏好和IT基础设施的建设 好 这里面又是一些framework 好 又看到这个词了 又是一些框架性似的 然后第三个是risk adjusted performance 好 这个章节是我们最后这一部分的重中之重 也几乎是每年肯定考的 是如何去衡量这个经济资本 它的一个大小 它的一个绩效的情况 然后第四个是经济资本的管理 好 其实后面三四五这三个章节呢 都是economic capital 讲的都是经济资本的计量和管理 包括economic capital 它的framework是什么 又是框架 然后第五个部分呢 是一个案例 讲的是美国的大型控股 银行控股公司 他们是如何去做资本管理的 好 那么一个个来看 第一个和第二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一点 三四五都讲的是经济资本 现在看ERM 全面风险管理 叫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好 关于全面风险管理 这个如果你们考一级还记得的话 你们在一级里面 ERM出了很多道题目 出了三四道题目 二级在17年的时候也考过 这个跟ERM相关的 好 之前的风险管理呢 都是one risk at a time 之前都是每次只管一个 是划分的 分权的 decentralized 就是分开的 那ERM呢 当然就要把这些风险全部都整合到一起 coordinated 要考虑到各个业务部门之间的合作 以及呢 还有一些战略的框架 那么全面风险管理有什么好处 好 叫做create shareholder value 这个完全是风险管理的人员给自己脸上在贴金 人家做业务的是真实能给公司赚钱的 而做风险管理没什么可说的 只好说我们会增加股东的价值 好 那怎么增加呢 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是macro宏观的角度 从宏观的角度 我们风险管理如果做得好呢 可以维持进入资本市场的这个能力 好 我想要发行债券 好 那市场是认可你的 好 它是维持进入资本市场的能力 所以这是第一个 maintain access to capital market 然后第二个呢 是制定一些战略和业务的规划 可以方便的去制定这些规划 这是从宏观的角度去讲 如果你风险治理的好 然后他后面还说了 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这个核心业务可以有更大的优势来发挥出来 take a greater advantage of opportunity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给我们进行选择 好 总之呢 这些东西大家想一想 闭着眼睛想一想 其实都想得出来的 好 再来看macro微观角度 微观角度呢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企业的风险管理 以及里面的一些人才了 好 所以他第一条提到的 是我这家公司面临着哪些重大的风险 material risk material risk 就是重大的风险 比如说信用市场操作 这三大类风险是比较重要的 那其他的 那些相对不重要的风险 我是否能够忽略 还是我必须也构建一套模型 一套管理体系来进行管理呢 这些都是要打问号的 后面有个词很有意思 他说become way of life 变成这些管理者和所有员工的 一个生活方式 他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员工 每天早晨一睁眼 想到第一件事不是洗脸刷牙 而是什么 我身上承担着很多的风险 我要做好我们这家公司的风险管理 好 这已经变成一种风险的文化了 这个是way of life 然后再下面 要考虑到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 我们做全面风险管理 不是说不能冒任何风险 而是我们反复强调过 要给定风险的情况下 要保证收益最大化 这里面最喜欢出的一类题目就是 我们做全面风险管理 就是让这家公司面临的风险最小 这是错了 面临的风险最小 你不做任何业务风险是最小的 这样肯定不行 好 所以我们做风险管理 首先第一条要做的 要决定这个风险的数量 那怎么去决定风险 我们会承担哪些风险的 首先第一条 要制定明确的风险偏好 articulate 指的是就是明确 制定一些风险的偏好 这些风险偏好 就意味着我家公司未来可以去做扩展哪些业务 我会有一个目标评级 或者说目标的违约概率 这个叫target probability of distress 比如说我给我制定 我给我这家公司制定一个违约概率是1% 也就是说99% 置信水平下 我在未来一年是不会倒闭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概率水平下 我可以去做哪些业务 像那些高风险的衍生产品业务 我是否能够做 这个时候就要取决于你风险偏好 以及你设定的初始的概率水平目标 然后第二个 是要给这家公司设定一个transition metrics transition metrics 评级的转移情况 比如说我今年的评级是3A级 我明年的评级如果下降了 好 评级下降 那么你去市场上去融资的成本就会上升 因为你评级下降了 人家对你的担心担忧上升 那么你发债券也好 发股票也好 这个成本就会上升 但是评级下降呢 你可以去做一些更高风险的业务 有可能会给自己赚钱 好 所以这个同样也取决于你这家公司的风险偏好如何 你的目标评级 想要怎么去变 然后第三条 要有一个有效的资本缓冲 optimal equity cushion 一个最优的资本缓冲 留多少的资本金是合适的呢 他这里提到了 要用摩顿模型 这个你们在信用后前里面见过 把公司看成是一个看涨期权 用摩顿模型算出来 你的最优的资本应该是多少 好 都是一些框架性质的 好 接着来看 好 下面来讲具体实施了 development和implementation 具体实施 那具体实施 风险偏好 怎么去实现 好 这里面呢 其实就是设置一些具体的指标了 比如说 我们可以去从事哪些业务 我每个业务的不良率 我的承受程度是多少 我这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最低可以下降到百分之几的水平 存代比最高可以到多少 好 都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指标 按照这些指标来进行风险偏好的管理 这是第一条 然后第二条 要评估一下资本的要求 资本要求呢 和你的target rating 和我的目标评级相关 第三条 要保证风险和资本之间的一个平衡 好像一些外资行 比如花旗银行 在中国的分行 你去看一下它的报表 资本充足率高达36% 监管要求是8% 36%意味着什么呢 非常非常高 非常的安全 资本很多 从一个角度是安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你的资金全部都浪费了 因为这些外资银行 在中国的业务毕竟有限 所以你去看那些外资银行 资产和财务报表 这些率都很高 那么也反映了这些银行业务不足 所以要考虑到capital和risk 它们之间的一个平衡 然后最后一个是分权 decentralize 分开 把权力进行一个分割 要满足 各个要激励 motive 指的是激励 各个业务部门的这些管理者 要为这家公司做出贡献 选择最佳的一个投资经营的决策 就这样一个意思 要善于把权力分下去 进行管理 同样也是一个国际的最佳实践 下面 这个点很重要 风险的加总 风险加总是 反正近年来经常考的一个点 因为我们要做全面风险管理 反正全面风险管理 我当然还是得把信用市场 这样首先分开来看 那market risk 这里这些话呢 它只是做一些总结 我们大概看一看就好了 他说大概呢 是一个normal 至少是一个对称的分布 然后信用风险 它是非对称的分布 然后再往后操作风险 同样也是一个long tail 一个非对称的分布 asymmetric 好 这些我们都是已知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把这三大类风险 做一个加总 要考虑到diversification 又要考虑到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一个分散化 然后他说firm wide 基于公司角度的这个挖值呢 通常是less than sum of market credit和operational risk 好 这个其实就是体现了一个风险的刺可加性 这个我们以前都提到过 好 但是呢 要注意一点 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这个章节最重要的一句话 这个correlation是可能会发生变动的 correlation发生变动 尤其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 那么在做风险加总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 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这个firm wide bar 它会大于三个风险的加总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好 之前就有题目出来过 他说一个公司的风险 它会大于这些风险的加总 这个句话是正确的 那什么时候会大于呢 我们讲两个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不满足次可加性 次可加性不满足 好 因为万本形 我们在一级的时候 给大家讲的时候 就说他有一个缺陷 就是不满足次可加性 对于一些非常离散的分布来说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信用市场操作这些风险呢 有可能真的会出现 次可加性不满足的情况 也就是sub additive 这个性质 不满足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会导致公司的风险 大于单个风险的加总 好 什么情况呢 叫做风险的相互加强 叫做run way risk run way risk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浪了一个forward 基于一个oil 浪了一个forward 浪了一个石油的远期合约 然后呢 这个石油的价格在不断上涨 石油价格上涨 你浪了一份远期合约 当然是赚钱的 但是这个赚钱的并没有体现到你的账面上来 只有这个远期合约在未来交割了 到期日那天 你才有可能实现盈利 好 结果到了到期日那天 你的交易对手跑路了 不见了 那你赚再多的钱都没有用 这个就叫做run way risk 随着你价格的上升 我本来是可以风险降低的 但是由于你的交易对手发生纪约 造成了run way risk 好 那如果一家银行 他做了这么一笔交易 run way risk的话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可能导致风险相互加强 市场风险引发了操作风险 或者说引发了信用风险 好 所以全面风险管理里面 最重要一点 就是说这些风险加总之后 甚至有可能会比单个风险更大 比单个风险加总后更大 好 下面来看 第二个topic 风险偏好的一个框架 和it基础设施的建设 那风险偏好 这个时候又要把自己小三十公司领导了 该如何去构建风险偏好体系 首先第一段 第一段其实这个没什么意思 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风险框架 可以迅速的把这些报告整合到一起 要more accurately comprehensively 更加综合 更快 好 要迅速的整合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然后第二段 他说这个effective RAF RAF就是risk appetite framework 前面这个词的简称 建立风险偏好体系呢 它可以增强这个公司的策略制定 总之呢 这个风险偏好体系制定了都很好 就这样一个意思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董事会和高管层 cine management 要起到重要的作用 好 这是一个框架性质的介绍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 如何去实施风险偏好 首先第一段 要实施风险偏好呢 必须要有一个strong internal relationship 公司内部的这些部门之间 要有互相的协调 好 包括比如说board of director 董事会 senior management 然后senior management和business line 还有包括cro等等 所有的这些涉及到的人员呢 都要有一个互相的协调 然后第二段 董事长呢 要善于把这些风险偏好的结果 要确保 确保什么呢 insure 这个其实昨天我们在讲 董事会和高管层的职责的时候 用的词都是类似的 董事会要确保什么 确保senior management 把他们的风险偏好 做一个有效的传达 clear incentive 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还有constance 一些限制 然后在下面第三段 是有一个common language 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要真正达到落地 而不是一个纸上谈兵 不是说一说的 好 这是风险偏好的一个实施 那实施风险偏好 它究竟有多好 benefit 好 讲一些优点 这些优点和好处呢 大家都去看一看 留下印象就行了 好 首先第一条 可以帮助 帮助这些投资者呢 达到一个战略的决策 然后明确 这个风险的风险的大小 rate size 然后下面是明确的前瞻性的 这个公司的考虑 考虑到这个业务的重点的一些界限 Boundary Boundary就是业务的界限 达到这个业务界限 要做哪些产品 它包括business risk area 哪些风险领域是可以去承担的 还有你的产品类别等等 好 这些都很抽象 然后再下面 建立风险偏好体系呢 要flexible 要尽量的灵活 和可以迅速根据环境而发生变动 风险偏好呢 必须要明确和一致 来避免漂移 strategy drift 这个是战略的漂移 制定风险偏好 是要遏制战略漂移的 什么叫战略漂移 就是朝三暮四 今天觉得这个产品好 明天觉得那个产品好 经常的变换自己的策略 战略 这样是不行的 好 要保持一个长期的一致性 最后呢 要prepare for unexpected 对于一些没有预料到的 做好意外的准备 好吧 关键词这些都画出来 自己去看看就行了 反正做风险偏好 这个体系呢 重点要关注的是这些 ceo cfo cro 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协调 e是executive 首席执行官 cfo是financial 还有cro是风险官 把这些领导的关系都搞定了 那如何去找到这些领导的关系呢 他同样也设置了什么一些 一些标准 首先呢 要有一个expectation 要有明确的期望 然后呢 要有support和monitor 要有支持 有监控 然后又会把这些东西呢 分配给不同的业务部门 align是分配 然后要有一个综合的了解 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然后最后呢 要经常的去监控 monitor 好 这些就不一条条念了 念了其实也意义不大 好 总之这一页呢 讲的 这一页呢 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在1705和1811都考过 就是从216开始的后面这三页 涉及到董事会 高管层相关的一些职责 好 这一页呢 主要讲的是董事会的职责 都是bought off director 好 然后217页是高级管理层 这些c suit 就是c件套的这些职责 好 首先呢 CEO要有strong support 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力度 然后CRO和CFO之间呢 要搞好关系 好 一个是做业务的 一个是做风险的 两个人之间必然有一个天然的冲突 所以呢 要从多个维度 叫做multiple perspective 要从很多个角度 很多方面来关注这家公司的一个风险 好 这217页讲的是高管层 董事会高管层 下面是业务条件 business line 每个业务部门 好 业务部门做的事就很具体了 所以这里面字很多 首先第一个呢 要把这些 业务战略和预算 business strategy和budgeting 把这些战略和预算 要保证跟公司的风险偏好 风险特征相一致 然后另外呢 还有一些压力测试和情景 情景分析 来用到我们的投资决策里面来 涉及到都是很具体的事件 好 然后再下面一段的是 帮助董事会高级管层了解一些中程期的计划 然后帮助其他业务线的发展 make room for given opportunity 对其他业务线的发展 好不仅仅只支持自己的业务线 然后在下面 prevent from drifting 避免随波逐流 我们刚才讲的是类似的 不要战略飘移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都要well documented 最后一号 documented 要有文档的记录 然后呢 要easily monitored 这些利益关系人 可以有效的去进行监控 好 这三页 从216到218 这三页呢 多去看一看 这三页都是重点 好 那做风险偏好呢 有很多很多的指标 这些指标呢 就不一个个念了 这个念了没什么意思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这些都不难理解的 比如说是用wad的限额呀 用expected loss 一些visual啊 什么之类的 来进行风险偏好的一个主管理 这个就不念了 然后涉及到 对不同的 对不同人的一些监控 他说是significantly different 好 我们风险偏好的具体实施 在不同的business level 同样是不同的 对于 对于 董事会来说是 high level 对于c suit 是more detail 更加详细一点 而business line leader呢 是 明确指向的 好 这个其实 都是我们 一直在讲的一些事情 好了 风险偏好的 这个框架呢 就这么多 下面是it it体系的构建 那这一页 讲it体系 它的重要性 好 里面 又提到了很多的 这个很多的东西 他说 建立一个非常完善的it系统呢 对于 一家公司来说 也是非常有用的 首先可以及时准确的汇总 有效的信息 timely and accurate 及时和准确 好 比如说 某家公司出现了一个负面新闻之后 然后领导 立刻就想知道 我们这家银行 跟他的业务合作有多少 比如说 像乐视网 然后迅速检查一下 这个持仓有多少 好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一个非常完善的it系统 我们用具体的例子 去套用他说的这句话 就很简单了 好 然后 这个一个有效的it系统呢 要articulate 这个是指定 要有明确的指定 document 也是文档管理 然后communicate 各个业务条线之间的一个沟通 然后同样也要把这些所有的it系统呢 要整合到一起 business line units 不同的业务条线 不同的personnel 不同的人员 要建it系统呢 通常要建立一个叫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这个叫项目办公室 通常是要把这些东西外包出去的 这些了解一下就行 那么有效的it系统有哪些用 首先呢 他说要指定一个数据管理者 data administrator 还有数据的拥有者 那这些数据呢 要经过internal audit 经过内部的审计 要periodically review 要定期的评估 还是多看 这些不可能背会 背了也没有用 所以多去看看 好 讲完了it系统的好处 他又开始讲it系统 如果是fragmented 是比较脆弱的 会导致哪些问题 总之他正着讲反着讲it系统 都是很必要去构建的 有哪些问题呢 首先第一个是 各个业务条线之间的一个一致性 agreement 很多人对是否构建it系统呢 是有不同意见的 所以呢 经常会导致it系统的预算削减 第二段讲的是reduction reduction for it projects 削减it系统的预算 budget reduction 然后下面这个数据 如果很弱的话 会导致一个firm wide framework 会缺少一个从公司角度 来看数据问题的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最后合并和收购 会导致数据系统更加难以管理 好 这个这一页说的是it系统 如果脆弱的话 会给一家公司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现在很多的银行都在构建 一个非常强大的it系统 这个一些中小银行 就会有一些后发优势 比如说我新成立银行的话 那新成银行 我这些数据业务 我都可以去尽量的去整合 但是像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这些大的银行呢 他们的系统都比较老了 现在我想要 想要一个数据的话 这很多业务部门都有数据 但是都不能保证是准确的 这个像交行 建行 还有普发等等 这些银行呢 都在构建 这个整个银行体系 大一统的这么一个it系统 当时交通银行 也是在开一次会议的时候 当时是牛行长 牛西民行长 牛行长开会的时候呢 他要一个数据 然后在座的 当时有三个领导 都有这个数据 但是没有一个领导敢说 自己的数据是对的 然后牛行长很生气 然后说呢 我们要构建一个大一统的系统 把这件事情给我彻底解决掉 提出这个宏伟构想的那天呢 是某一年的5月31号 所以交行的这个系统呢 叫做531工程 后来这个531工程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去进行构建 当时这个业务人员 全部被抽掉过去 做这个系统测试 做的是天昏地安 然后每个人 当时有很多打油师 什么垂死病中静坐起 那人正在531 那么默然回首 那人还在531 什么之类的 然后最后终于有一天 这个531系统上线了 在深圳分行试点上线 结果上线以后 披露出来的数据 发现好多都算错了 然后交通银行 那个季度的季报 就很有意思 有一条说 本次季报 披露的结果 不含深圳分行数据 所以 对于这些大的银行来说 他们做这件事情 确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们讲一些具体的案例 这个里面的文字 就会变得稍微生动一点点 那么我们做数据加总的时候 他又开始讲 这个最佳实践有哪些了 他说 很少的公司 可以把这些数据呢 进行一个迅速加总 very few 很少 而且呢 多系统的这个platform 多系统平台 会导致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所以他鼓励银行去建这种大一统的这种系统 然后接着来看 他说 一个比较好的数据系统呢 是有limited manual intervention 这个手工的处理呢 是有限的 好 这个之前曾经出过一道题目 他说 一个好的数据系统 不允许任何的手工操作 这句话也是错的 手工操作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套严格的正 严格的流程 比如说你发现里面数据错了 你总是必须得改对的吧 所以是允许手工操作 但是必须要有严格流程才可以 那在下面 如果数据系统不完善了 他会他说会降低你这个报告的有效性 降低报告的价值 因为你数据都不行 这个报告肯定也没法看 所以要构建一个整合的系统 consolidated platform 还有数据仓库 data warehouse 然后现在呢 是更多的是大数据 还有AI 人工智能这些东西 做到一些无缝的链接 这个叫similes 是无缝链接 总之呢 是要把这些数据都用活了 然后一些龙头企业 leading firms 这是龙头公司 龙头公司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说要有relevant transactional 要有一个相关性的一个转换 然后在他们的会计系统 accounting system 在这些会计系统 所有的这些系统呢 包括风险管理系统 全部都是打通的 这些数据呢 都是可以共用的 保证了这些数据的一致性 另外关于这些风险数据和财务数据 financial data和risk data 当然也是有一个定期的协调和整合 periodic reconciliation 定期的协调 定期的整合 那基于一家公司来看 不仅仅我们要基于一个firm wide basis 甚至要基于一个legal entity basis 什么叫legal entity 比如说像中信 这样的大机构 它不仅仅有中信银行 还有证券 有基金 有信托等等 要把所有的这些风险管理 把所有的这些数据 全部都整合到一个大平台上面 好 这个是他说的一个国际的最佳实践 好 但是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难去做的 很难去实现的 好 这个章节最重点的内容 这个我们也没法总结了 东西实在太散了 是重点的 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呢 都给大家标出来了 之前考过的这些内容 还有像董事会高管层的这些职责 一些框架性质的 这些多去看一看 留下一个印象就好了 好了 下面三个章节呢 是经济资本的管理 那经济资本 其中重中之重 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小节 risk adjuste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经过风险调整的 回报率的一个计算 好 现在看什么是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呢 指的是我们为了缓冲 unexpected loss 所必须要保证的 这个资本的要求 好 它是不包含expected loss的 不包含移区损失 我只管非预期损失 好 下面这张图呢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预期损失EL 然后挖值和预期损失之间的这一部分 叫做UL 非预期损失 那非预期损失用经济资本来进行覆盖 那经济资本呢 它是一个置信水平的函数 好 因为这里面我们要算挖值 挖值就涉及到置信水平了 那置信水平越高 经济资本一般来说也就越高 好 这跟挖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 关于经济资本呢 这几句话 这一页呢 是比较重要的 经常会出一些考题 首先 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 它是一个internal policy 它是一个内部的政策 这个内部政策呢 同样也是由董事会和高管层来决定的 包括你的置信水平是99%还是99.9 包括我们的目标评级 所对应的这个概率 好 这些都是由高管层董事会来决定 那每家银行 他们选择的confidence level 和risk horizon 期限是不一样的 那选的模型也是不一样的 模型都是银行自己开发的模型 所以呢 这个经济资本 它可以做一个allocation 这个叫做经济资本的分配 比如说我可以分配到 不同的业务条件去 比如信用风险占用的经济资本更高 市场风险占用的经济资本更低 好 就意味着信用风险 相对来说是这家银行最大规模的业务 我未来要管理信用风险 该怎么样去从这个减少经济资本的角度去考虑 想想怎么去减 好 它会做一个经济资本的分配 所以呢 经济资本它适用于在一家银行部门内部来进行风险管理 来进行比较 好 我可以说一家银行它的信用风险 经济资本比市场风险经济资本要高 好 可以这样去对比的 但是呢 不能在不同银行之间比较 因为模型不一样 好 跟经济资本相对应的呢 是监管资本 regulatory capital 那监管资本呢 你们在后面还有一天课程是巴塞尔协议 专门讲这个监管资本是怎么去算的 它有一个具体的公式的 所以是rule based 基于一些具体的目标 基于一些具体的这个准则 那监管资本 它是基于macroprudential 好 宏观审慎 考虑到你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 而不是仅仅只看几个指标的计算 那一般来说呢 银行它肯定要持有更多的资本 比监管资本要求更高 好 否则这个触发监管 触发监管这件事是很恐怖的 好 监管资本是监管机构要求的 它是用特定公式来计算出来的 目标是为了保证这个银行体系 它的稳健性 保护存款人 它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就好像我去建一个楼 这个监管资本呢 就类似于这个国际准则 我要保证这个楼的安全性 必须得在这个准则框架下去建这个楼 然后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是银行自己内部所规定的 它可以选择不同的质量水平 不同的数据和模型来计算 这是银行自己内部真实经营 所需要的一个资本金 好 当你说经济资本和监管资本 谁大谁小呀 他们两个没有可比性 研究的东西都不一样 你说它可比吗 肯定不可比 模型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会说 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 谁大谁小 但是一般来说呢 经济资本都会更小一点 这个只是国际上的一些最佳实践所体现的 在数量上 好 我只看纯数量 这个经济资本一般来说都会小一点 因为这是银行自己用内部模型算出来的 更贴合银行内部实际的 还有一个是可用资本 可用资本就好像我盖一幢楼 我所需要的那些黄砂水泥 那些钢筋等等 这些具体的真材实料 好 这个可用资本呢 就是银行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那个equity的部分 包括银行自己的股票 包括银行的这些未分配的利润等等 好 这些资本呢 是银行自己真实拥有的资本 是真金白银 好吧 把这些资本做一个区分就好了 看一看题目 关于economic和regulatory capital 哪个是正确的 第一句 regulatory capital 监管资本 是为了保证 sunderness and stability 银行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稳定性 怎么样 没问题 第二句 economic capital 给定置信水平下面 保证这家机构呢 是keep solvent 是可以满足清算的 好 这个也对 好 第三句 对于一个individual bank economic capital always less than regulatory capital 这个我们说过 不对 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 你硬要去比的话 一般来说会小 这个always是永远的一直的意思 然后第四句 对于经济资本 它的分配到不同的业务部门 要考虑到这个risk return performance 在不同的业务条线之间 在不同业务条线之间 以及银行的整体 这个是对的 好了 讲完经济资本的定义 下面我们来看 下面我们来看 如何来用资本 来计算这些绩效指标 比如说哪些业务 他占用的资本 占用一定量的资本 给我带来的回报更高 好 这个我们会介绍两个指标 好 这个是重中之重 每年都考的点 所以一定要重点掌握 第一个呢 叫做redrock risk 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 叫做经过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率 那关于这个redrock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来的 我们研究一笔投资也好 一笔贷款也好 首先呢 最直观的一个指标 就是roe return on equity 我投资一块钱 给我带来多少回报 好 这个roe呢 是用我的equity 分子是我的net income 好 简单来说 就这样去计算 但是在roe的计算过程中呢 我们是看不到任何风险因素在里面的 好 一个是银行资产负债表里面的equity 一个是银行利润表里面的net income 风险有多大 不知道 有可能你的net income 是承担了很多风险才拿到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风险的调整 那具体怎么去调整呢 我们把分母 首先变成了economic capital 而不是整体的那个资本 而不是equity 好 分母首先变成了economic capital 然后分子呢 分子叫做risk adjust return 经过风险调整的回报率 也就是说我整个的回报 要减去跟风险相关的部分 那具体怎么去算 看下面这个公式 这公式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住了 这个是要会计算题的 这个risk adjusted return 他用RAR来表示 他等于revenue revenue是银行的整个的收入情况 收入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return on EC 我的economic capital 在账面上面 假设我去做投资的话 他可以给我带来多少的收益 他把这部分收益 也算到我们的银行 这家银行整体的这个收入里面来 然后呢 成本expense减掉 然后预期损失 跟风险相关的减掉 好 这个就要做经过风险调整的收益 总之一句话 收入都加进来 成本都扣掉 好 就是这样 这样的 所以在考试的过程中 如果看到计算题 算分子 那你只要看到是收入相关的 全部都加进来 只要是成本相关的 全部都减掉 就行了 然后一个nomi capital 他说是为了吸收这个非预期损失的 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 好 来看一个具体的计算 他说有一个loan portfolio revenue 这笔贷款 给我带来的收入是85个命令 预期损失10命令 operating cost 这是我的经营的一些费用 是13个命令 interest expense 是比贷款的利息成本 利息费用50个命令 然后ec如果去做投资的话 可以有5命令的收入 然后economic capital是75个命令 然后计算ra-rock 好 这个计算呢 只要是收入都加上 所以85 加进来 expect loss 损失减掉 operating cost 13减掉 interest expense 成本减掉 然后return on easy return 加上 好吧 所有的这些数字呢 该加的加 该减的减 作为分子 分母是75 除一除就好了 算出来等于22.7 这种计算是必须要贵的 那还有一类计算呢 它会稍微复杂一点点 它不直接告诉你 expect loss 它告诉你 这笔贷款的pd lgd 好 这个时候呢 你要自己去会计算 我们在e级学过一个公式 预期损失等于什么呢 pd乘以lgd 乘以我的贷款长口 exposure 好 所以有的题目呢 它是这样去告诉你的 那你要自己会去把它算出来 好 关于这种计算呢 相对比较基础 我们就不多说了 把公式记住了就行 好 那么 得到了这个relock之后 我们目标是干嘛呢 我们要去看 我做了这笔贷款 它相当于我投资了一单位的资本金 给我带来22.7%的收益 好 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这个22.7%是高还是低呢 我要跟谁去比 好 记住了 跟weck去比 叫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 好 这个weck 有的时候呢 也会让你去算一算 好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股权的权重 乘以股权的收益率 加上债权的权重 债权 我用wd来表示 债权的权重 乘以债权的收益率 然后债权呢 是 有减税效果的 所以乘上 E减T 好 跟weck去相比 如果relock 大于我们的资本成本 那么我这笔投资 就是值得去做的 好 所以 记一个结论 如果relock 大于weck 这笔投资 是 值得去做的 给我带来的回报 高于成本 好了 关于relock的计算 这个必须要掌握 那下面 我们再看第二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呢 它把我们刚刚讲过的relock 又做了一个调整 叫做adjusted 或者adjustingrelock 它也通常写作 它也通常写作 ra roc 前面又加了一个a 又经过调整 这回调整的是什么呢 它要考虑到 我一笔投资的 systemic risk 考虑到一笔投资的系统性风险 好 这个adjustedrelock 同样在17年18年都考过 几乎都是每年出现的 所以一定要回计算 它考虑到了一笔投资的系统性风险 然后这个系统性风险 它要和谁去比呢 去和herdle rate 这个herdle rate 叫做我的一个预期的最低的回报要求 最低要求的回报率 比如说我做这笔投资 我最低要求回报率是6% 那么我算出的这个adjustedrelock 必须要高于6% 我才会去做这笔投资 这个herdle rate 是最低要求的回报率 那最低要求回报率 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都是无风险利率 好 所以在很多题目里面 如果不做特别说明 我们把这个adjustedrelock的结果呢 跟无风险利率去比 好 我们再看一下adjustedrelock的公式 这个公式 它是用我们刚才算好的relock 然后呢 减去beta系数 乘上rm减去rf rm减去rf 这个是风险溢价 市场收益率和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差异 好 这个式子 跟我们一集里面讲过的 有一个参数 几乎一样 谁呀 就是詹森alpha 好 其实就是那个计算的方法 好 我们这个结果呢 要和rf 无风险利率去进行比较 就是adjustedrelock 算出来看它是否大于无风险利率 好 为什么这么算的呢 我们把这个式子 其实 给它做一个对比 做一个变化 relock 减去rf 它是要大于 应该要大于beta 乘以rm减去rf 我把刚才这个式子呢 稍微做了一下一项 然后我把beta系数除到左边去 relock 减去rf 除以beta 要大于rm减去rf 好 这是我的投资标准 好 这个投资标准是什么呀 其实就类似于我们一集里面讲的 trendal ratio 这个收益率减去无风险利率 然后呢 除以beta系数 市场组合的beta系数就是1 所以右边除以1 这个1写不写都行 好 所以呢 是我这笔投资的超额回报率 和市场组合的超额回报率去进行比较 好 如果超过了市场组合 我这笔投资同样值得去做 好 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其实就和我们一集的trendal ratio一样 和jensenalpha也是类似的 jensenalpha就是一个项而已 好 这个式子呢 是帮助大家去理解的 那具体计算 用 把这个式子一定要牢牢记住了 reark减去beta系数 乘以rm减去rf 它就体现为 这个系统性风险调整之后 我的超额回报率是多高 好 来看一个例子 他说reark 要考虑到系统性的风险 然后假设现在无风险利率是1%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市场组合的回报率 这个rm是8% 好标出来 所以这个equity risk premium 它直接帮你算好了 8%减去1%是7 然后beta系数等于1.6 然后如果reark等于13%的话 问你 这个项目是否能够接受 好看一下选项 选项里面呢 是要计算areark 经过调整的 这个reark 所以你去代入公式算一下 它对什么呢 等于 等于reark 减去beta系数 乘上rm减去rf 把已知条件带进去算就行了 所以等于13% 减去1.6 乘以7% 好算出来等于1.8 1.8%是大于无风险利率的 所以选择递选项 好关于这个章节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 涉及到两个指标的计算 以及经济资本相关的那些概念 都是要重点掌握的 好 最后还剩两个章节 经济资本的一个管理框架 又是框架性质 好 首先经济资本管理所面对的几个挑战 好 他首先讲难点 因为这个 其实这个在全球都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经济资本里面涉及到很多很多的模型 好 所以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问题 首先他他把这些问题呢 总结成了这么五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 风险加总 在做风险加总的过程 要考虑到这些风险之间的interaction 好 这个提到过无数次了 然后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no deflation 直接相加 那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就是直接相加 这是第一点 风险加总会产生困难 然后第二点 模型的验证 validation 验证会涉及到很多的technic 会有很多的技术 那我做了模型验证 也并不能说明你这个模型就是万无一失的 就是准确无误的 所以模型验证 首先这个验证工作是否有效 另外你验证出来结果没问题 又能怎样 好 这些都是要去考虑的 然后第三个是dependency modeling 在现用风险里面的这些相关性 那贷款的微约相关性 这个accuracy和stability 准确性和稳定性 对于模型的结果呢 就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压力情景发生的时候 好 这个也是一个难点 然后下面第四个 是关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呢 这个叫runway risk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 那么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怎么去管理呢 他说可以用value at risk的方法 也可以用mortical money 总之呢 都得构建更多的模型 才能管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好 然后第五个 是关于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的管理 这个叫interest rate risk in the banking book 简称irbb 每家银行呢 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 一般来说是资产负债管理部 来负责这个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 什么叫银行账户利率风险 我们说利率风险呢 通常是交易账户的 我们买卖债券 影响债券的价格 这是交易账户 银行账户呢 通常是贷款 好贷款 当利率发生变动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造成影响 好 怎么影响呢 它从两个维度 首先贷款是有可能会提前还款的 如果利率发生变动 我们以前讲过 当利率下降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发生提前还款的情况 所以利率下降 可能会导致我的banking book 这些贷款的金额发生变动 另外利率变动 如果我这些贷款 比如说我可以打包出售的话 那利率变动 我这些贷款的价值 当然也会发生变动 所以他要充分考虑 这些贷款账户里面的这些金额 他受到利率变动影响 所以这里面要考虑到long holding period 因为这些资产 它的期限都很长 所以在建模的时候 期限越长 其实模型风险就越大 你的预测的准确性就越低 另外呢 还有一些提前还款的权利 embedded option 这些提前还款 如果发生变动了 你的银行账户这些金额也会发生变动 那么怎么去管理银行账户利率风险呢 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他说可以用gap或者duration analysis 用一些97分析 或者缺口分析 那缺口分析 我们大概来说一下 比如说现在 银行未来预测的现金流入 这个cash flow in flow 还有一个是out flow 好 有的时候呢是零天的 这是隔夜的 还有比如说七天的 一个月的 一年的等等 好 如果我零天的这个金额流入 比如说是十块钱 金额流出 比如说是七块钱 好 那么在这个隔夜的情况下呢 我就可以有三块钱的现金流 留下了 好 这个时候我是不用担心我的流动性的 如果七天 七天我也有一笔现金流入 比如说流入五块钱 但是我要流出八块钱 好 这个时候你之前曾经缓冲下来 这三块钱呢 就要用到在七天的时候 这笔流动性 好 那你剩下的就只累计下来 就只有零了 好 等等 依此类推 那当你这个现金流变成零的那一刻起 你就要去关注这个对应的期限是多少 好 这个就是期限的一个缺口 那当然也可以用97 更加精确一点的97 来研究这种这些产品之间的一个价格变动 好 那么期限不同 当地率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资产和负债 这些价值都会发生变动 好 通过这种方式来管理资产负债表 另外呢 是模拟 好 这个就不多说了 那么国际上的一些最佳实践 对经济资本管理 他提出了这么十点要求 要在哪些方面管理经济资本 注意哪些问题 有这么十点 这个是国际清算银行 叫做BIS 他们提出的一个建议 BIS是巴塞尔委员会的前身 所以后面你们学的巴塞尔协议 基本上都是他提出来的 好 首先第一个 要用经济资本来评估资本充足率 capital adequacy 然后第二步 是高级管理层的职责 他也有一些规定 然后第三条是transparency 这些透明度 然后下面风险的识别计量和加总 模型的验证 dependency modeling counterparty interest IRBB 好 这些都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的了 所以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做经济资本管理 他有哪些优点 前面讲的挑战 讲了需要哪些问题 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有哪些优点 首先第一个是做信用组合的管理 因为有了经济资本 我们可以分配到不同的业务线 分配到不同的区域和行业 看看哪个行业 他占用经济资本过高 于是我在未来的经营的过程中 就可以让这些机构来注意一下 如何去降低经济资本 这是关于信用代组合的管理 这里面有一次 叫做concentration 要关注这些风险的一个集中度 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优点 是可以基于风险来做定价 因为我们有了比较相对比较精确的评级模型 那么如果一个客户 他的评级比较差的话 我就有可能给你施加一个更多的利率 你跟我来贷款 我给你的利率就更高 所以如果你的经济资本模型算得很准确 是可以用于贷款定价的 这是未来一个比较好的应用 然后第三个应用是客户的盈利性分析 看看哪些客户 在我投资了一单位经济资本的情况下 占用一单位经济资本的情况下 给我带来更高的red rock 或者adjusted red rock 那么我就要跟这些客户要保证良好的关系 是single customer relationship 跟客户搞好关系的 然后再下面第四个是管理层的激励 这个激励就比较敏感了 因为它涉及到客户经理的薪酬 之前客户经理我放一笔贷款 就给你一笔奖金 贷款的规模越大 奖金越多 但是引入经济资本之后 我们要用red rock来进行衡量 你这笔贷款究竟给银行赚了多少钱 它要扣除风险 如果你的风险很大的话 虽然带来很高的收益 但是扣除风险调整 有可能你拿到的奖金不如原来多 这个是触发到客户经理利益的 所以这一页主要讲的是一些薪酬的计划 当然是非常难以去进行推进实施的 激励的机制 最后是美联储 它公布的一个大型的银行控股公司 如何去做资本管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这个案例这里面有三页 其中很多内容都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首先第一个目标 他说银行做资本管理 为什么要做资本管理 因为资本它是first line of defense 它是第一道防线 其实就是一个最后的救命稻草 一旦一家银行要发生倒闭了 银行自己的资本金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于是美联储就制定了一个叫做 CCAR 叫Comprehensive Capital Analysis and Review 这个简称CCAR 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规划 现在美国的很多银行业呢 它都要按照这个CCAR的一些标准 来进行这个银行的经营和管理 好 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 internal capital planning 内部资本的一个计划 好 包括当危机发生的时候 你们这些资本 该如何去新增 如何去帮助我们度过避免这场危机 比如说我是增发新股 还是减少分红 增发新股 这个会获得投资者的不认可 然后你减少分红 这个也差不多 所以你去采取哪些措施 受到哪些影响 这些你都要考虑充分 好 那么在做资本充足管理的时候呢 要关注这七个基本原则 好 首先第一个呢是foundation risk management 是底层的一个风险管理 然后第二条呢是损失的估计 好 这里面要有很多的模型 然后第三条 是要有一些足够的资源 solid resource 真实能够拿到的资源 然后还要考虑资本充足率 它的一些影响 然后还有资本的政策 资本的政策和计划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你是发新股呢 还是减少分红呢 然后下面internal control 内部控制的流程 以及有效的公司治理 都是很高大上的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前面都讲过很多 大家自动去套用一下就好了 好 最后一页 关于这些资本充足评估的程序 要关注的一些内容 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强有力 且有效的这么一个资本管理的机制呢 好 要做到以下这么几点 首先第一点 风险的识别 哪些风险对于我们来说是重大的 然后第二个 内部控制 包括模型的验证 然后第三条是公司治理 其实还是前面这一条 然后capital 跟资本相关的这些政策和程序 还有一些应急的计划 contingency plan 然后下面是包括压力测试 然后包括关于你这些loss revenue expense 我们讲压力测试的时候 涉及到的那些点都要去考虑 不仅仅要考虑定量的 而且考虑定性的 然后最终要考虑到的是风险加权资产 risk weighted asset 好 什么是风险加权资产 这个流到巴塞鞋里面老师会给你们讲的 好 主要精力放在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 还有投资风险上面去 好了 那么今天上到这里